一天期间坐荷兰的火车出门 那有个小门我们进去看一看 停在这N年的自行车 湖滨restaurant飞机残海 今天我要去的是一个荷兰的一个水桥 就是地上桥 还是可能1998年到2002年建的 主要是为了让车辆和水运的通行 能够畅通无阻 所以都很神奇 它那个等于是水流是在车道的上面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 没想到这个城市还是一个历史古城 所以等会就要到古城区了 去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来到了这个Hardwack的古城 Hardwack古城这边呢 就是有种古城墙 还有这种沿海啊那种叫什么堤坝城吗 我也不知道 还挺有意思的 还挺有意思的 那有个小门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古城还不错 这个小古城 古色古香 有点让我想起了兰茵河边的那种古城 就是这样子的 特别像 就是兰茵河边一种小城墙 哇今天天气爆好 这个城不知道有多少年 回去查一下 这个城应该有年份了 像荷兰这些老城都是很有年份的城市 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停在这N年的自行车 可能还不让动了 你看JC车袖出什么样 轮毂都没了 有年头了 Hardwack的河边还挺不错的 挺美的 坠海的飞机残骸 很有意思 断了半根翅膀 然后飞机上还占了一只海鸥 好像在宣誓那个飞机是它的 神奇的发现了一架中餐馆 原来还以为没有的 结果这家中餐馆叫到湖滨 湖滨restaurant 本来想进去吃饭 可是现在关门了 唉真可惜 那我们要去观察地上河的走势 看看有没有地方能走过去 没有人机偷偷的观色了 现在拍一下 开始出了一个外景 刚刚那个公路上的那个水桥上不去的 它只有公路 所以我们无人机观看了一下 然后现在要往回撤了 我来看看 全部在一起 咱们试并 然后咱们试并 咱们试并 这 嘍 再度